那你的關係是紅海危機 到底有沒有消停呢 目前看起來似乎危機越演越烈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艘英國貨輪紅寶石號遭攻擊沉沒之後 竟然還引爆了生態災難 對 那不但是沒有消停 而且看起來好像要解除危機遙遙無奇 現在甚至出現了蝴蝶效應 那這一艘的紅寶石號的一個貨輪 是在2月18號被狐曬武裝 用兩枚的一個飛彈擊中 擊中之後照理來講 你擊中沒有下沉 你要叫偷船來拖 因為當地非常危險 所以沒有人要拖 所以這個是在船的過程中的 後來他就一直這樣沉下去 3月2號已經全部沉下去 這是從去年11月到現在 三個月來 紅海第一艘被擊中的貨輪沉下去 現在出現了很重大危機 第一個 它的燃油外洩 結果光是浮油就29公里 第二個 它載的是化肥 它載的是硝酸胺 那硝酸胺有21噸 這一下去整個海洋生態 被嚴重的破壞 因為紅海底下有什麼 紅樹林 有山湖 紅山湖 所以現在可能整個對紅海的 整個那一個海峽的生態 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不過憲哥的海底不只是有珊瑚 海底還有海底電纜 我們曾經說過紅海這一塊 這一片領域 其實底下有16條 非常重要的海底電纜 對 那其實在2124號 印度 巴基斯坦跟東非 他們所有的數據 突然的慢了下來 那它是什麼事情 因為紅海有三條海底電纜過去 這三條裡面有16條的數據線 那最主要這三條海底電纜裡面 包括印度到歐洲 包括東亞到歐洲 那這一些大家講 福塞你弄的 結果福塞說我沒有 我沒有 後來發現兇手是誰 兇手是紅寶石號 因為紅寶石號他下苗 他那時候被擊中以後 他一定要下苗 停在那邊等待來救援 那你在下沉的過程裡面 那個苗可能會拉到那個電線電纜 結果光是這13條的一個光纜 他就佔全球數據的流量17% 那現在說趕快修啊 因為紅寶石號他下苗 他那時候被擊中以後 他一定要下苗 停在那邊等待來救援 那你在下沉的過程裡面 那個苗可能會拉到那個電線電纜 結果光是這13條的一個光纜 他就佔全球數據的流量17% 那現在說趕快修啊 沒有辦法修啊 現在電信公司說我去修的話 我要付出很高的保險費啊 那除了這個以外 胡賽最近又放狠話 他的外交部長說 我跟你講啦 一台的那個英國貨輪還不夠 以後還要集成更多的英國貨輪 我胡賽組織所有的一些損失 都算在英國的頭上 因為你英國跟美國狼狽為奸 你們去襲擊加薩的平民 這樣的一個流氓國家 我再打你 這個打得不知道要怎麼弄啊 那已經當了 現在不是已經在協商停火了嗎 對 但是現在就是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停火之前 就是武裝護航嘛 今天不是要談嗎 但據說以色列沒有派人去談啊 對 那本來就是雙方美國去斡旋嘛 希望這個整個哈馬斯 你釋放人質嘛 因為人質很脆弱嘛 那美國在3月2號 他也釋出第一個善意 他去空投物資嘛 那邊連水什麼都沒有嘛 那3月3號他們是決定在埃及和談 但是到我們現在露營為止 那個以色列的代表 還沒有進入埃及啊 所以到底會不會談 還是又是打打談談 還是一直拖拍戲拖廁 沒人知道 對不對 對全球的貨櫃的老闆來講 那我怎麼辦呢 有些國家我來護航 比如說義大利 義大利他最近的那個土耳其 土耳其他最近的一個護航裡面 他就打下一個無人機啊 那不是美國很威嗎 美軍不是很強嗎 過去這三個月有4千7百 4千6百7艘的貨輪經過鴻海 那經過美國護航的 只有423艘不到10% 所以現在你所有的運貨 運價所有都形成緊鞘 那這個部分來講 當然對鴻海來講 馬士忌就出來講話了 馬士忌說 我告訴你這個事情 如果不會那麼緊張 他說我現在馬士忌 我都不敢經過鴻海 我都繞到這個好王角 結果我一繞到以後 我的整個運力 運的一個力量增加這6% 這6%不是真的運貨 是因為去抵消那一個繞道的時間 所以未來每東每西會缺貴 所以不是鴻海 現在那個蝴蝶效應已經出來了 而且他說如果說以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會拖到今年年底 甚至到年底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現在貨櫃輪的話 整個他的需求增加4.8% 所以對貨櫃輪的運價 現在居高不下 但是他又寫了一個淡書 如果突然的和談的話 那運價現在高運價會急速的下來 所以如果和談談好了 就有可能會急速下來 那這時候要不要賭呢 我們先來投一下票好不好